HELLO 大家好! 看下今個星期有什麼創業新聞呢? 麻煩你叫我女兒! 公司章程訂立有要求 銀行開戶,股份轉讓都靠它 打算開公司的人 無論是開有限公司或無限公司 都需要有一份公司章程 但你真的了解公司章程 簡稱AA,自甚麼嗎? 究竟制定公司章程又有甚麼要求呢? 公司章程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譬如公司在銀行開戶 就必須提供公司章程 供銀行職員審批及全檔 據2014年生效的公司條例 第622章規定 所有經公司註冊處登記的公司 都必須制定一份章程 說明該公司的營運規定 例如背景資料、成員權利及責任 股份紅利分配等等 內容如同一本用戶手冊 故此坊間俗稱公司章程為書仔 公司章程並無特別要求或指定形式 每間公司可按照類別與架構去編制內容及條款 有需要可參考公司註冊處提供的標準公司章程細則版本 在任何情況下 公司章程必須列有 公司名稱 公司終止 成員的法律責任 公司的股本及最初的股份持有情況 適用於有股本的公司 但假如日後遇上公司重組、內部調整、生意轉讓等情況 或有需要更改公司的股份結構 在一般情況下 公司都會根據公司將程內列明的股份轉讓條件來執行 當然最普遍的做法都要得到董事局大比數的同意 從長遠計,建議制定公司將程包括下列的內容及條款 董事的權力及責任 董事決策要求 董事的委任及卸任 董事的離常及保險 公司秘書的委任及免任 成員大會的通知、法定人數等安排 成員大會投票、表決權等規條 股份轉讓安排 股息分派安排 其他行政安排,例如公司法定印章 至於公司將程細則可否修改呢? 公司將程可經股東大會,通過特別決議作出修訂 但假如公司是根據公司條例第103條 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特許正經營 除非事先獲處長書面批准,否則不得修改其章程細則 如經濟能力許可 創業人在開公司前不妨聘請熟悉商法的執業律師提供意見 以及編制公司張程,才為萬全之賊 始終在商業世界,未與籌謀遠遠勝過忘陽寶怒 好,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 看久了 看久了